接下来看就是2060总统大选 蓝绿似乎变成了宫庙对决 来看到因为韩国瑜拜庙形成满党 总统蔡英文也是非常的密集 尤其上个星期三才到彰化 连续拜访两间宫庙 而22日又到了彰化 选了三间的宫庙来参拜 蔡英文就表示了很多相亲 都很想看到总统 希望能够感受总统对于事情的说法 一道庙宇热烈掌声 总统蔡英文下乡跟民众拉近距离 这已经是七天内第二度到彰化 这两天加起来五间庙 难道是要跟专心选举的韩国瑜PK 勤跑庙宇中心 很多人其实蛮想看到总统的 也想去感受一下总统 对有些事情的这种说法 蔡总统很有自信 依照现场的反应来看 可能也是如此 绿营将拜庙视为政务行程 但中间也穿插一些党务活动 一样坐着元首专用坐车 就有民众质疑都是去庙宇拜拜 国民党的韩国瑜有请假 蔡总统也有请吗 拜庙的行程在我的一项的 总统的行程里面都有 如果你要把他做其他的联想 怎么讲 我觉得不必然 我觉得不必要 回答的有些无奈 而前总统陈水扁就爆料 即将结束在美国桥界 帮忙蔡英文助选的前选业赖清德 在9月24号时 已经在高雄某场五人会谈中 瞧好2020蔡赖沛 一定有很多不同的讲法 我告诉你我的标准答案是说 我一定会在最适合的时候 提出最佳的人的组合 蔡英文不急着掀开副手底牌 只要确定超过四成支持度的 封顶民调 能够继续保持热度就好 董神新闻 中文报导